华为是使得全球的手机市场 复苏最大的贡献者 你看美国的打压 在市场上闯出一片天 GPU芯片主要是麒麟系列的晶片 被认为已经能够抵达7奈米 甚至无奈米的技术已经在手上了 这个已经是亡者归来 而不只是重回亡者了 华为最近有三个第一 要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终端的官方微博 在5月22号这一天发布消息指数 第一个第一是华为的路由器 累积发货量突破一亿台 创下新的里程碑 好 第二个是我们来看到 它的新的平板系列 这个MatePate 网友发现标配了麒麟 9000系列处理器 还支持新闪等技术 售价的部分只有1899元人民币 说这性价比比较高 那全款的销售额已经接 全款的销售量已经接近 达到10万件左右 最后一个好消息是在 今年的第一季 华为尤其是在全球的 折叠智慧型手机市场 表现亮眼的 这个书本型的智慧型手机 可以说现在是遥遥领先 在其他的品牌当中 委员怎么看 之前华为被卡脖子 我们现在看到它 重回王者这条路 是不是可以说越走越稳 未来它的主力 会放在这些高阶的市场吗 那产业策略又是什么 美国跟加拿大合资成立的 所谓全世界最大的科技产品分析公司 叫做Tech Insights 这家公司它的报导 一向过去被认识的精准度 非常的高 它的判断就是说 在今年的第一季 华为是使得全球的手机市场 复苏最大的贡献者 理由是说 本来全世界不管是三星 苹果或者其他的品牌 包括Sony的品牌 手机似乎没有太多的创新 引不起市场的热潮 结果华为率先带起这个市场的热潮 也引起其他人竞争的压力 但是有了压力 就可能会做产品的改善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否则他认为 以今年在欧洲以及美国的 这种经济成长的速度 可能会使得手机的市场 趋向于这种迟钝跟萎收的状况 结果华为带起来是中国的热销 中国的热销 就会去掉很多的存货的压力 所以华为不但在手机之外 同时也推出了这个平板电脑 那这里面为什么能够抵抗美国的打压 而在市场上闯出一片天 因为华为成功的 在三个技术方面 攻克有所很大的效果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CPU芯片 以及GPU的芯片 CPU芯片主要是麒麟系列的芯片 那被认为已经能够抵达7奈米了 那有人在怀疑说 甚至无奈米的技术已经在手上了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这个商品出现 第二个他的GPU的马良 似乎也能够到达相当程度的效率 就是一般消费者 已经到了能够接受的程度 所以这两个这种所谓的芯片的技术功课 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他所谓的鸿蒙系统 的接受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就是突然之间 大家在中国大陆都能够接受鸿蒙系统 虽然在海外鸿蒙系统还没有办法打开来 但是他认为是时间的这个问题而已 第三个就是说 没有想到就是说 他的这个整个系统被封锁了 他不能用很多这个美国或者欧洲做的APP 没想到他自己带动起中国大陆APP 创作热潮 现在这个排队要进入 鸿蒙的APP的数量 听说已经上千万了 真不怕吓死了 就说排队要上去了 那如果这个覆盖率是有这么高的话 那剩下关卡只是说 这个上价费不要太高 现在华为听说要降低APP的上价费 那我真的到时候变成全世界最多APP 的地方就在中国大陆了 所以华为如果恭贺这三个方面的话 在市场技术产品的更新上面 能够引领风潮的话 这个已经是亡者归来 而不只是重回亡者了 那当然我们是觉得 从消费者角度热看这种情形 因为他第一个 可以逼迫其他的厂商 不要有老大的心态 产品更新很迟缓 第二个可以使得价格下降 只要听到价格下降 我买苹果可以少很多钱 我就觉得很开心 所以就会把这个功劳放在华为的身上 华为你加油 明年我买iPhone16搞不好 价格就更少了 总是一个大家开心的事 而且认真为了态度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他被打压的时候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美国的坏话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苹果的坏话 然后现在他亡者回归的时候 他还是很谦虚 苹果我是果粉 你看华为的老板都说他自己是果粉 然后他认为要跟苹果学习 那这种态度会使得全世界 在这种产品竞争上面 比较不会带有情趣 我觉得这个对世界是好的 就像说华为的做汽车 煞雨而归 苹果做汽车也煞雨而归 但现在华为也懂得去恭喜小米做汽车 那这个新时代的科技产品的竞争 不要像以前那种杀的刀刀剑骨 以前我只想到说 Intel在做CPU 还有超微AMD做CPU 都互相说对方的坏话 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所以消费者不要产生说 我一定是华为的花粉 我一定是苹果的果粉 可以互相交融 而且互相学习技术 这个在整个科技世界的发展 完全是正面的 好 除了它的晶片优势之外 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的鸿蒙系统 Tech Insights报导说 在今年的部分 是有望争取iOS成为 取代苹果iOS成为 在中国大陆的第二大智慧型手机的作业系统 刚刚讲的 我再补一个数字 今年2024年 华为它在全球折叠智慧型手机市场年增幅 有百分之两百五十七 同样一个问题 继续请教香志哥 其实刚刚蔡委员讲得非常完整 我补充说一下 我想其实华为要了解 他们其实整个来说 观察华为其实是在观察 中国大陆的最强的 他们所谓的科技竞争力 因为他们的风格是跟着国家走的 也就是华为作为一个强硬 低调 准确 而且在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里头 先站稳脚步 这个是他们的部分的做法 而且我觉得华为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它卖得这么好 比例还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它作为民族品牌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重返荣耀开始 所有每一支新的部分手机 还有新的技术都引起很大的讨论 那我要讲说 接下来华为会怎么往下走 我想第一个 除了刚刚蔡委员所提到的部分 我补充几个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 现在还是听到华为 还是有可能会部分重返国际市场 比如说包括印尼 包括像巴西 这些地方不竟然会受到 美国的直接的部分的压力 我举印尼的部分的例子 印尼从去年一整年 包括在今年第一季 所有它的前五名 前五名当中除了三星之外 全部都有中国的手机 就是说包括Vivo 包括小米等等的这些都是 也就是说在某一些国家 而且人口密集的国家里头 对中国手机的接受度的部分 其实相对比较高 所以现在有听说 华为其实在整个国际部分 它不会就只自己 长在中国大陆 靠中国的人口 还会可能性的往前退步 这第一点 第二个部分 还要包括牵涉到说 华为的这种 所谓的它这种 能不能够 除了华为自己 鸿蒙系统之外 其实现在确实是外界知道 华为的鸿蒙系统 开始有相容Android的 其他的能力 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呢 这会使得在海外的人 买华为的系统 你同时可以用Android的话 它就扩大很多 这个市场的部分的可能性 以及最后我想就包括 呼应刚刚赛委员所提到 它的APP环境 不止红红系统 华为现在或者是 中国的现在这些APP 即使在Android当中 包括剪辑短视频 包括所谓那些 自拍美机的部分 只要知道在全世界当中 都已经不再是 欧美的APP了 其实都是中国的APP 它以另外一种 比如说另外国际的部分风格 那么现在华为的 现在这些APP的部分 现在让全世界的人 使用的时候 未来华为其实是有一个 软件的系统 就像TikTok一样 尤其在年轻人当中 很快可以接收度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互相软体跟硬体铺陈的环境 这些都是对于 华为未来继续扩大 甚至重返国际当中 很好的养分 是 好 最后我们来看到 那在AI的竞争趋势之下 未来苹果跟华为又会如何来做竞争 文贾老师 我是从这个全球的视角来看 其实因为苹果系统 它其实它拥有这个竞争的优势 那我觉得它是会 应该是处于比较领先的 那虽然刚刚委员讲到 虽然这个它的华为呢 它的鸿蒙 它在正式 这个快速的这个崛起 但是它仅限于在中国市场 中国的市场 那几个面向我还可以来补充一下 为什么它这个 它这个苹果会胜过于这个华为呢 第一个它有成熟的一个 一个生态的系统 你看这个苹果的一个生态系统 涵盖了从iPhone 比如说iPad 跟这个 跟所谓的这个Apple Watch等等这些 那当然还有透过Incrow 或者是Apple Store 或者Apple Magic等等这些的 来服务实现了 它没有这个 没有空闲的一个衔接 然后让会 这种成熟的这个生态的环境 会提高用户的一个粘性 粘着性 然后也会这个促进 它的软体的一个整合 深度整合 然后提供更卓越的一个 用户的一个体验 那第二部分当然是 它技术领先的一个地位 因为毕竟这个苹果呢 在AI跟这个学习机器领域 投入很巨大 那而且的苹果的这个 它的一个A系列的芯片 其实在效能跟性能上 都处于领先的一个地位 那当然还有它的安全跟隐秘性 因为这个苹果手机呢 它有强大的一个隐秘 就是隐私的保护跟安全性来著称 然后再加上呢 第三点就是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 因为毕竟这个苹果呢 它是具有所谓国际影响力的 那当然它还有很广泛的用户的一个基础 跟强大的一个市场影响力 那当然它会在全球范围里面呢 会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跟它的合作伙伴 来推动生态系统的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 因此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苹果现在还是独占老头 华为在晶片生产上面的进度 大家知道它现在已经到7奈米了嘛 那接下来我们要持续观察说 有没有机会往5奈米 甚至更先进的往3奈米制程来前进 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 美国媒体Fone Arena的报导说 中国大陆最大的晶片代工厂 中芯国际今年要来为华为生产5奈米晶片 而且呢不需要用到爱斯摩尔的 极子外光EUV的这一台曝光机 好 韩国的商业报也报导说 中芯似乎能够使用的是 大家知道它在被美国制裁前面 使用的是这个旧设备 生子外光机也就是DUV 来生产它的5奈米晶片 那是说呢 渴望在今年来量产 到时候处理器的这个名称 就会叫做麒麟9100 未来预估搭配在Mate 70系列手机里面 好 不止我们说5奈米 现在我们要来关注到 是否可能进一步往3奈米前进 那是说可以制造2025的 旗舰手机就会搭载3奈米呢 机会挑战今天我们等一下请专家来做解读 中芯国际目前是大陆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DG的表现财报相当料理 带大家看到 这个营收17.5亿美元超越联电跟格罗方德 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说 如何看中芯能不能真的靠着这个荷兰的旧机器 DUV来生产5奈米机会挑战 甚至这个良率的部分是大家最关注的 有可能突破吗 上次哥怎么看 我想我在私密节目里头在先前 就一直是非常有把握的说 5奈米在中国大陆在今年一定会出来 我想最近这个消息又再度被大家关注 主要是因为 现在包括华为 包括中芯方面 他们对于所谓709000的部分 据说现在可能这个7奈米的部分 可能会不再使用 那么就是因为中芯传出说 因为中芯的这个能够做7奈米或5奈米 我们不知道它的产线是有限的 所以这几天就是因为传出说 可能中芯要调整它们的产线 直接改做生产5奈米 把先前要生产7奈米的部分9000 这个部分机型有可能就不用了 因为主要是这个消息传出来说 最近受到关注 所以大家就关注说 哇 你7奈米原先不是生产的好好的吗 华为你现在手机用的晶片 怎么会现在中芯的生产线停产呢 所以是不是好像5奈米 我告诉各位一定是如此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消息来源 所以因为主要是这样子 我想中芯我们也看到他经研的部分 我都不定会扬起说 在就前两年很多人在唱衰 包括台湾很多分析的人 美国都说 哎呀 中芯要到5奈米 那还要10年 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翻白眼 你们怎么会不了解 中芯里面那个梁梦松 就是最厉害到爆炸的人呢 在过去对台积电的叛将 那么在过去所谓台积电研发的五五将里头 公认梁梦松是厉害的 中的最厉害 所以它是关键吗 它是最大最大的部分的关键 而且要知道梁梦松大概在这两年当中 2022年之后 几乎没有他的任何的新闻跟消息 那在这个里头 因为过往还是有些报道 那么过往来讲 中芯里头也有一些人事的变动 包括今年蒋商业曾经一度去 然后大家有点 有点汉和不入的 这种就是想要主导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蒋霸 蒋商业就离开了 所以现在后来整个中芯是由 梁梦松在全部的主导 而且这个主导不是真心配置它资源 我们要注意 在去年时候中国大陆有针对半导体 尤其是晶片科技这里头 那么这方面也还有国家资源的投入 也就是这里究竟现在中芯 有多少资源总的在里头 外界完全不知道 因为现在在中芯国际里面的 整个控股结构里头 已经完全没有外资了 所以它的所有的财务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只能事后看到 所有的技术各方面 为什么华尔街包括日本 各方面都要知道它的技术 没有办法 因为它现在完全不用对国际 任何投资方 包括美林高盛野村 它都不再对他们提供 他们任何的技术报告 不再宣传自己吹嘘自己 过去中芯是一直吹嘘自己的 这两三年全部不再吹嘘 我想最大的关键就是梁梦松 来讲梁绿的问题是这样子 没有错 现在梁绿当中 7奈米的部分梁绿中心 已经相对稳定 但5奈米即使功课的时候 因为你还有制造工艺这件事情 生产性能不能控制 梁绿部分其实是很难 包括三星之所以输台积电 就是梁绿 他们能够做到3奈米 所以我要讲的部分 但是梁绿是这样子 梁绿你不要小看 梁绿只是在于你的获利程度 也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时候 比如说你100片出来 就是99片 100片 你就赚得非常非常多 那你破掉你只有50片来讲 你赚得少而已 所以大家很多对梁绿都误解 觉得他们梁绿不够 不用担心 梁绿是获利的差异而已 所以就讲三奈米 我觉得三奈米认为 我个人觉得 目前来讲 三奈米要就现有的 DUV的部分能够达到 确实是很困难 那在这种小堆叠的 这种stack的技术当中 梁梦松 过去一直就是这方面 最领先的人 所以他就一路一路到现在 我认为七奈米 五奈米都不是问题 但众所皆知 三奈米到后面 二奈米的部分的功课 比较困难 乃至于就现在来讲 包括艾斯摩尔 他们最新非常昂贵的 这光刻机 要功课的 连台积电都觉得太贵 不买 只有只有Intel再买 所以这么贵的光刻机 现在买不到 对中兴来讲 你要功三奈米以下 我认为还有一段时间 校尾哥又怎么看 同一个问题 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五奈米 上之哥非常有把握 说今年一定可以做到 只是良率的问题 也只是影响获利而已 但是技术上绝对做得到 您又怎么看 接下来大家是说 可能下半年 大家关注的就是 Mate 70手机 就会来采用到 这个五奈米的部分 您如何看 其实当然关键 晶片也是在良率 就其实诚如上之兄所说的 良率是牵涉到 你的这个获利率 因为其实以这个晶片来说 晶片本身的生产 它的成本 的确大部分来讲 就是说 比如说你如果做100片 你能够达到95片 以上的这样的良率 跟你只有45片 或50片的这个良率 会跟你最后的这个获利 关系会非常大 但是当然我们看到 今天中国大陆 做这个晶片 这样一个过程中 其实美方当初所设立的 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 某种程度来说 不管是这个管制 跟那个管控 然后甚至于 最后禁止出口 其实这种东西 跟武器出口有点像 也就是说 今天我如果持续的 卖给你武器 很大一个程度 我是可以控制你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透过 武器的这个销售的过程 然后这个各种售后服务 这个提供 甚至于武器的升级与否 其实完全掌握住 你现在的这样一个科技实力 一旦你断了 然后你这个 变成说你不给 我封锁 我都不提供给你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 他自己做 那当然像这个良率的 这个东西 其实它本身也还是逐步要提升的 也就是说 虽然可能现在 现况的这个情况下 中国大陆他对于 这个5奈米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良率 可能相对来说 让它没有把 那个获利甚多 那这个情况就代表 就是它可能用来支援 下一代华为要做 这个Mate 70的 这样一个晶片来说 它可能会造成的结果 就是初期 这个华为的这个售价 可能没有办法 压比较低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良率的这个部分 还牵涉到以后他们的封装的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大陆的封装厂 现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能力的提升 也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美中在这个晶片大战上面来讲 也让他们的这个封装能力 也同步相增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它的确 短期之内 你说它的5奈米的这个晶片 是不是能够那么大量且稳定的供给华为 然后能够让它能够成为 这个Mate 70所使用的这个主要晶片 我觉得当然你说在短期之内 它的这个部分 或许可能没有办法 一开始就能够达到它绝对的这个理想化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也就是当它这个5奈米晶片的良率 逐渐提升 甚至于你不要说 那个5成的良率 提升到7成的良率 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 中国大陆那个华为 拥有这么大的这个工厂 这个生产这样的能量 它就可以把成本压到一个 那相对来说 大陆这个民众可以接受 这样一个程度的话 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 它这个下半年度 或者说未来这个5奈米之成 基本上我觉得是指日可待 是 好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明显的态势 就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已经独立自主化的态势 越来越明显 刚刚说连中心都不需要 跟外资做任何的交代了 那眼前总会有一些 其他的挑战吧 或者是又有哪些新的机会 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张晋老师又如何看 我想他所面对的挑战 基本上还是要补充 商业供需的规则 在制造方面 他要掌握所有的生产要素 而且另外在面对需求的话 他必须要仰赖 有足够的市场因素 去驱动它 但就中国大陆 就是油津片业 它是一项一个领头的燕子 底下的下游产业的话 应该是这个驱动力是够的 但是所有的生产要素 其中包含原料 机具 技术 人力 数据 专利 制程 工具 环控等等 我觉得就以中国大陆 这个累序的就是 技术能量的动能 应该这个是有困难 但这个去克服 我觉得是蛮有希望的 那个我们有一句话讲 说是困而知之 本事是被硬逼出来的 被逼出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不要忘记 这里头所谓Foundry 代工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克制的 那只要你的下边的 后面的那个稳定的供需的因素能够 这是就是管制的好 而且能够确保这个市场的稳定 我认为那个驱动力量是很强 那后续我再认为 应该会受到很多 美国利用这个法律控诉的 这些技巧 因为美国当初把东资给整导 或者阿斯东给整导 都是用很多这个法律 控诉的这个过程 大家也都知道 这就是刚才上志兄所讲的 为什么不再将很多的资讯 去提供给外资 不是 提供给他 最主要是为了集资 那假如国内的资金投入 已经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筹资的话 那这个时候相对的安全性也比较高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总是友好跟坏 所以对于对外面去就是说 这个叫做去建立很多 另外要去联系跟开拓市场的关系而言 你不去提供你的这个行销 别人不了解你 你也很难去打入市场 所以很多时间你都是相当两难 但我觉得刚才校尾跟上次 都提了他们里头很多的这个重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把目光 只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人之上 这个其实以中国大陆人才之多 那个上面几个领导 那个冰山下面我们所看不到的 可能会更多 可能就跟我们当初做这个两单一星 我们都不知道谁在做 等到了30年后之后发勋章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 原来是这些人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今天有一天 这个中国大陆说半逃体出来了 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听过 但是他们会默默耕耘 也就是因为有这些默默耕耘的人 他这个所谓的民族产业才能够站得起来 好 针对美国的科技制裁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是有关于华为 半导体的方面 我们先要来谈谈这个美国 针对中国大陆的新三样加征的关税 大家很清楚就这三样 电动车 太阳能跟电池 那现在也包括了这些医疗器材 这个注射器还有个人防护设备等等 都课征新关税 好 连着两天我们看到美国都有大动作 除了对华为还有37家 来自于中国大陆实体的制裁的企业 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大陆的部分 林健终于忍不住了 他再喊话 美国你要停止你的科技和经贸上面 停止把这些问题给政治化 停止滥用出口管制的措施 我们也来关心说 中国大陆目前真的如欧美 他们一直在不断控诉 说他在做这个产能过剩 清销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吗 那美国和欧洲针对华为大陆 针对华为的新三样的制裁 还有华为的制裁 是否到底是否公正 像这个怎么看 我想其实在这次 我们在过去都思维 在这个大架构上来讲 中美应该会维持一个 比较友好的概念 因为为了拜登的部分的选举 应该会有所克制 所以拜登突然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 加征关税 尤其像电动车道百分之百 连带还有其他 你刚刚讲的医疗设备的 但我想那些东西都是附带的 主要关键还是就是 电动车太阳能 跟电子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拜登之所以 这样做出来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这个政治分析上来讲 因为他必须要加重 对于中国大陆当中的 这种强硬态度 否则这个强硬态度的 这个credit就被川普拿走了 我们知道川普现在 被困在他的那个法院里头 整天在哀哀叫 可是呢 所以川普可以知道 拜登政府现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做 我认为个人是觉得是选举战略 做这个战略上当中来 对于表示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进逼 跟强悍这件事情当中 比川普还要强悍 所以我认为这大架构 是我现在要表达的 当然不得不说 现在美国在整个 对于有几个关键字 一个叫做政府补助 指中国大陆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产能过剩 带来全球倾销 这个三个字现在 完全流窜在整个 以美国或欧美为主的媒体里头 不断地在塑造中国大陆 这个像电动车 这种新能源产业 都是这三个东西 就是这三个东西 仿佛对这个世界在危害 我们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一个 也是一个国家型战略当中的宣传 抹红抹黑 或者是把它就是抹糟 整个中国大陆的新能源产业 对于全世界的侵害 你也看到中国大陆最近 也在试着要挣脱这件事情 比如中国大陆最近 让一些美国方面的记者 跑去散打北京车展 另外当中也提供更多的 美国当中的一些 汽车的YouTuber 去拆解中国的电动车 我想这些东西 是大家在这个舆论战当中 不断地在进行 但简单来说 中国大陆有没有产能过剩 有的 我想主要是因为电动车这方面 他们的所谓的制造工艺 真的到极限了 大家真的厉害到爆炸 那么产能当中在中国也都过剩 中国生产 现在一年可以生产 三千万辆 但是只卖一千多万辆 那另外两千万辆卖哪里 照全市去做 最后我要讲的是 欧美虽然近 但是我听到最新的消息是 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 把中国卖的电动车 比如卖到巴西 卖到其他的国家 他们最近进一步正在考虑的部分 是把中国的过剩的生产线 整个搬到其他国家 不只是把车子生产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 最后去破解美国的部分 就是说你在中国生产 出来出口的东西 我就给高关税 他最后把整个生产线 透过比如跟巴西 跟其他的国家的合作 搬过去在那边生产 而这个生产线还是比亚迪的 还是其他的小鹏 还是其他的理想等等 未来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新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在思考 怎么样突破美国的夹杀 美国再加大对中国大陆的科技制裁 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报道 我们来看到说 美国商务部证实 已经撤销对华为出口的特定许可了 外界研判这个公司 可能指的就是英特尔和高通了 禁止向华为来供应半导体的出口许可 针对此消息 我们来看到几家公司怎么回应 英特尔说 对于我们做生意往来企业的国家 公司是完全遵守所有法律跟监管规定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讲 好我们来看到高通怎么说 他是拒绝评论 消息在曝光之后 确实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双双下跌 现在跌幅的部分 我们看到将近1% 那事实上这一次美国禁令 之所以让人有一些吃惊 其实就是因为 其实大家还记得吗 两周前 当时4月26号当天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访问北京时 他才表示说 他知道华为新型笔电 使用的是英特尔的晶片 但他也说了美国只会针对安全构成威胁的 最敏感科技来做关注 怎么短短时间之内 现在决定要全面撤销 对英特尔还有高通的出口许可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来看到 商务部这次禁止华为出口PC晶片 会是布林肯亲自下令的 还是商务部做的决定 张静老师 我想首先我们真的是不应该高估了布林肯 布林肯身为国务卿 虽然是美国内阁 所谓的这个内阁里头的首席阁员 但是所有对外的输出管制 在于军民两用科技这些的输出的管制 是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安全局BIS 他所主管的业务 但是整个裁决的过程是一个跨 各个不同 跨部门 对 跨各个部会然后去 这个政策协调的结果 你说这个布林肯他那个先获得 某些内部的消息 然后做的这些表达 这个话可以讲得过去 但是整体的政策 他要衡量的东西 那个变数确实是很多 而且有很多 根本就不是国务院所能主管 国务院对于内部 跨部会之间的影响力 也是到达某一个限度 他也不可能完全要国务院就完全阻断 就是说独断专情就把他打断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通则 今天你要坏事 每一个地方都不能得罪 你要顺利的出口 就是每一个的部会都要点头 假如今天有一个 他硬是坚持 那真的就很可能会造成这个 就是说输出受阻 但是我们从这个就是华盛顿 跟北京打贸易战一直到现在 经常看到我们就跟那个打摆子 瘧疾打摆子一样 一会儿进一会儿开放 一会儿开放一会儿进 对不对 这些 所以在内部之中 企业组这个游说 还有这个去压迫政府 跟政府之间的游说跟角力 那些东西还是存在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 为什么习近平要去建一大堆 美国的企业组 也有他的道理存在 所以在这个行情之下 就是说究竟是美国政府 跟这些美国的企业站在一条线 还是美国的企业 跟中国的消费者站在一条线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外交上确实要先打好了 经济上成功率比较高 我们持续来看到 是在苹果的部分 这个竞争对手 苹果现在最近表现如何呢 最新的IDC日前公布了 苹果的季度报告 我们来看到第一季的部分 手机出货量说年减幅一成 比较惊讶的是不止手机 现在包括了苹果的平板电脑 iPad市占率也在下滑 今年的手机市占率 是从去年第一季 41.8%下降了 至35.6% 第二名三星略增 1.2%到20%的市占率 华为的部分也有成长 市占率我们来看到 从4.8%成长到8.1% 好现在新闻在关注的 就是因为苹果最近 推出它的iPad Pro 那比较特别是 使用的是OLED的这个萤幕 我们就会看说 这样子推出了OLED萤幕 可以来促进它稳定平板的销量吗 尹佑老师 OK 我们先说 其实这一次的一个Pro 它的重点倒不完全是OLED萤幕 它最重要的是它够轻 因为它这一次的话是450克 比上一代轻了110克 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讲说我们要用平板 平板其实第一个是重量这一点 那你说是不是因为OLED萤幕吗 OLED萤幕没有错 它或许很漂亮 可是它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 你如果手画一道 可能它就会有指纹残留的问题 这个相对来说 比起过去的一个萤幕 这一点是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色差 还有第三个最关键的就是吃电 相对来说它的反而 它的寿命可不可以做一个 比较久一点 或者是它的一个耐用度 其实这一点就是 今天选择用OLED萤幕以后 会出现的问题 那最重要还是消费者买不买单 这里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回归到 今天的这一个OLED萤幕也好 或者是iPad Pro也好 它的一个平板 它主要的目的是拿来做什么 如果你是要来做追剧 还是什么 你是要拍直播 还是你是要去看文件 或者是最重要的是 你是把它拿来 类似于一些商务使用 那重点其实就不会是在萤幕 而是在你的一个晶片这一点的 那最后我会觉得 其实今天Apple 或者是苹果它能不能够持续的 去占有市占率 其实重点倒不完全是 它的这个产品 是够不够fashion 而是我们常说 三流的一个公司 其实主要是在做代工 二流的其实是在做这个品牌 一流的是什么 规格 那接下来不管是充电 它要走的是Type-C的这种充电规格 或者是未来在这一个 它结合了一个 Apple所有的一个公命链 它的一个电脑 或者是它所有的云端服务 这一些甚至是我们上次有一次提到了 就是在这一个医疗服务上面的一个穿戴式的一个结合 这一些才是真正Apple能不能走向下一代市占率最重要的关键 好市占率最重要当然是整体打起来就是规格战 那我们持续来聚焦在OLED萤幕上面 因为几个国家都在做竞争 其实杜拜当地时间5月7号会举办的第二场重磅发布会是 苹果会推出刚刚我们提到的OLED的显示萤幕的iPad产品 对打的就是华为 它同样有发布会推出的这次是MacBook的系列笔记本 还有MacPad的系列平板的电脑 同样搭载的就是OLED 那快科技报道也分析现在面板产业上面三星投资的部分超过了200亿 那建设的就是8.6代的OLED面板产线 另一头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方面 京东方投资金额630亿 建设中国大陆首条高世代OLED产线 同样都是聚焦在平板还有PC上 好现在华为它发布会不只是狙击苹果 我们现在看到三星一向都在做这个面板的 是透过这个单一产品能够达到这个商战的策略吗 老师 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另外一款就是这个三折机 华为的三折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三折机原来是三星的专利 那三星的专利这个三折机现在开始华为也要提供这个折叠机 然后之前华为已经提供折叠机 那以去年来讲三星是60% 华为大概已经有三成的市占率 但现在它进一步要提供这个三折机 因为三折机它的一个 它现在要克服的一个技术障碍就是说 原来像这个三星的三折机 因为它是都是向内折叠 所以它那个重量可能会比较重 那如果华为它能够是用这个Z字型的 那种情况下它可能可以在这个重量上能够有所克服 Z字型 Z字型 这样 所以它当然这是第一个 它就是说它如果能够在技术上有一些改进 然后能够这个超越三星 那当然就可以打败这个三星 又可以打败这个苹果 因为苹果目前还没有推出这个三折机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折叠机 它被认为是下一款的这个 很被看好的一个机型 因为它的这个毛利很高 它单价比较高 毛利比较高 虽然它现在整个在手机的市占率里头 只有大概百分之一二 可是未来非常看好 那所以这个当然是为什么现在华为要很快地投入这一块市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也包括说 其实大陆内部 这个大陆内部的这些这个其他的手机品牌 目前也还没有真的说大举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机型 所以它当然要抢在其他品牌之前 更重要的一点就跟这个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平板有关了 就是说当它这个三折机推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加起来大概有八寸 就是这个三折打开是有八寸 所以它某种程度可以吃掉一部分的平板的市场 所以它事实上也可以当作平板来使用 那就它甚至有的还说可不可以接上这个键盘 就变成一个小型电脑 所以当它又可以像电脑又可以像平板 它就可以吃进这个面板的这个平板的市场 或甚至某种程度非常小 非常有限的去影响到整个这个笔记型电脑的市场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大概看 从这个华为最近推出这个三折机 我看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谢谢老师 我们除了关心这个三折机的进度 我们也持续要来带大家关心的是在晶片的部分 先进制程到底能不能做到 大家很期待的就是5奈米 因为华为在4月份推出MacBook X Pro笔电 那被大家说看到采用的确实就是英特尔的Core Ultra 9 高阶的晶片 但是我们看到手机部分也没有停歇 2024年10月份要推出的是Mate 70系列的智慧型手机 它当时也宣布了搭载自家麒麟系列的5奈米 暂时取名叫做麒麟910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现在商务部祭出这么大动作的一个制裁 而且盯上的就是华为的笔电平板上面 它现在要往5奈米去做 现在已经到7奈米了 要往5奈米去做突破 会不会又增加它的困难度 张静老师怎么看 我想这次两边在看比谁快 一个是供应商能够被憋多久 另外一个就是自力更生发展5奈米 能不能接得上 这个商务部今天所有做这些输出管制 必须要先确认 就是你要做这个高墙 你要确认别人赶不上来 等到别人赶上来之后 你这时候就是班师都砸自己脚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不是光从技术 这个就是或者新好快强 去着眼 我们永远要记得在商品市场之中 是两个变数 一个是性能 一个是价格 所以真正的胜出是性价比 所以说你今天无论太强 无论这个性能多fancy 多这个强 你只能锁定每个高端的这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是他出的几前 但是不要忘记广大的普罗大众之中 还有其他就是这个穷人机 这个一般的普罗大众用的机器 所以说这个大家在所有都在锁定尖端 然后这个就是出了起大钱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 这个我们不是只做Lamborghini 我们不是只做Massarati 我们还是要做国民车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观念 是 每一个位阶都很重要 就是设定产品的定位 当然我们再持续 尹雍老师我们再继续看到 无奈米这个高阶的部分 现在是说今年是有机会做到无奈米 你又如何看 真的有这个机会吗 我觉得技术上面 其实我一直没有怀疑过 中国大陆的技术 可是今天就像刚刚张静老师所说的 今天其实这个商业竞争 不是你的一个性能多好 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市占率 就像如果今天大家的科技水准 差不了太多 或者是其实今天这个科技水准 你的一个消费者使用 也不会用到这么高端的科技水准的话 那其实就会回归到一个叫做Marketing行销 还有个TQM全面品质管理 我们常说的一个在行销的过程中间 就到最后就是 你能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甚至是超越顾客的一个期待 华为苹果大战 先来关心华为受惠 在之前的Mate60的新机 在中国大陆的销售表现亮眼 第一季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的销售增幅达到了近7成 苹果的部分iPhone销量大减19% 这个光是统计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而已 那创了2020年以来 苹果在当地最差的一个记录 好 如果我们持续来看到 苹果今年3月份的销量 看起来就已经回升了 稍稍好转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出货量的部分 是增加了大约12% 外界也在看是否跟苹果手机 在当地降价有关系 还记得吗 年初的时候 当时苹果手机首次的 在中国大陆做了一个促销降价 那我们再来看到最新呢 它又再大幅的下调了iPhone的售价 一口气最高 调降2300人民币 换算新台币大约 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我们来看到 苹果两度计出折扣的原因是什么 是卖不动要清库存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委员怎么解读 三个原因都有 一 卖不动 二 要清库存 三 有危机感 我们先说清库存 因为iPhone 16都快出来了 之前iPhone 15 14 13 通通要赶快清库存 要不然iPhone 16出来更难卖 第二个卖不动 为什么卖不动 因为消费者买手机 一定是价钱跟品质两个都考虑 那品质特别是功能 那iPhone 15早就被这个华为给赶过去了 很多人提到就是iPhone 15的功能 好像不如什么 这个华为 然后除了在海外科用以外 其他一无是处 所以他的这个品质本身的项目 就会被低估了 会被低估了以后 那你价钱又那么高 那你价钱那么高 你的价钱跟你的品质不搭配的话 你那第一个感觉就是 CP值不够 那CP值不够你唯一的办法 也不可能现在去把它提升品质了 或提加功能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价 唯一杀价 杀价到让西外子觉得 CP值这样还差不多 至少便宜嘛 所以卖不动就要杀价 那为什么会有危机感呢 就是他品质好像也不如 那一直在宣传 哎呀我有钛合金的偏偏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肖卫者买了手机 第一个动作是买一个什么 把它包裹起来 根本没有人看得见 在旁边那个什么钛合金的框框 他猛宣传 我觉得酷哥该打屁股 他都不想肖卫者在想什么的 所以真的卖不动本身 要杀价 这两个夹起结果 让他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所以赶快把所有可能的iPhone 15 能够经常销 然后让销货数字起来 他的股价才会维持高档 要不然股价 连那个巴绘都开始卖他的股票了 那这还得了 所以他这个动作危机感 最重要还来自于股票市场 对他的判断 如果你不能解决价格 你不能解决品质 你又不能解决两个 引起的销售量下跌的问题 那你的股价一下跌 那你库克本身赔钱你就算了 股东搞不好董事会就对你 这个指鼻子指指眼睛啊 所以对于iPhone来讲 现在是真的进入战国时代 他好好要绷紧神经 不要到时候iPhone 16出来 又跟地摊货一样 没什么新奇感 那就很糟糕 以前我们拿到iPhone 就觉得我新奇感 iPhone 10 iPhone 11 就到了iPhone 14 就没有新奇感了 怎么跟iPhone 13差不多 像我家手机停到iPhone 12 我也不生机 好像都差不多啊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这个Mr. Cook Are you OK Ross你怎么看 如果苹果要维持在 中国大陆的这个高阶手机市场定位 有什么关键 先回委员的这个question Mr. Cook应该不OK吧 因为他知道中国市场 他们快失去 Apple快 苹果快失去它的优势 第一是华为高速的研发 跟推出新的手机 而且新的手机功能非常好 那第二就是地缘增值 如果以后中国人 为了表现他们的爱过感 不买苹果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所以Apple 苹果 一定对中国市场 要有一个危机感吧 那怎么应对这个危机感的时间 这个要看 折扣 好像只有折扣 只有折扣是不是 因为刚刚委员解释的 他说新款的iPhone 跟新的iPhone 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只有折扣这个方式来维持市场的优势 但是我刚刚说的 我真的觉得 华为的这个研发能力 还有地缘政治的原因 Apple在中国 会失去它的优势 好 我们持续看到 关注完手机之外 我们来看到另一项的产品 是在电信设备上面 现在在美国的部分 我们看到带头抵制 其他国家又怎么来做反应 好 先来看 美国带头抵制下 部分的电信商 开始陆续的移除 华为的这些电信设备设施 几个国家 先来看英国的部分 英国的电信公司发言人 画面上我们看到 指出华为已经成为 英国电信业者的关键供应商 因此如果说这个时候 要替换设备 他认为是复杂 而且这个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再来德国的部分 也目前政府表示 正在商讨是否要限制 电信业者使用华为 还有中芯的设备 好 另外彭博社也报道说 政府相关部会 大部分来说都是支持的 2026年前要逐渐的来 态换华为和中芯 在5G网络上面的设备 但刚刚已经提到了 这个换设备 所耗费的金额也非常的高 代价是不是会超乎想象 大使又如何解读 我想这个华为 他可是树大招风 也最近他败不复活 做得很活活 并没有被那个美国 加拿大之前欺负他 欺负的要命 这个一决不振 今天华为反而站立起来 而且销路都不错 产品又推成出新 这方面让一个欧美各国 一定看得很眼红 一定很不舒服 那么像他们前面讲 iPhone都被华为的 抢去他们的市占率了 必须iPhone必须要降价求售 可是华为呢 它的这个通信设备 的确是非常非常火的一种 那么欧洲 英国 德国 这两个主要的国家 过去这些年来 已经在开始使用 华为的这个通信设备 这不是这两个才开始有的 会大概至少在15年前开始 而且这个英国呢 这个德国呢 德国的这个华为的5G设备 在德国的比重占6成 很高 很高耶 而且显然这不是 这一朝一夕弄成 英国15 大概1 20年来 才造成这个结果 我故意在非洲的时候 当担任大使的时候 华为曾想要到史瓦基来 那时候我们国内很紧张 还要我捕为应应 全力防止 那现在可以讲了 那时候我这样去 后来台北那个中华电信的叶子 到史瓦基来 我跟他吃饭点 他说大使 你干嘛那么讨厌华为呢 他说华为是我们中华电信的协力厂商 台北还有 华为还有分公司了 这就是华为连这个 连这个台湾都进来 今天现在台湾 还是有华为的分处 但是像在欧洲 已经很一二十年了 所以今天 不然因为美国一身令下 全部 因为美国线也没有招了 这些中国的事情 他拿不上去给你加关税 加关税 让你失去竞争力 不然就把各国打群组 把这个全部撤掉 英国现在还考虑 因为英国说 他估计出来 2024年 他在2020年 他在四年前 他就估计了 他要把这个华为设备 全部撤出的话 那是四年前 英国曾经被美国压力 把华为撤出 估计起码要损失 至少70亿的英镑 现在已经2024年 大概四年前 现在搞不好快 八九十亿了 所以这不是 说撤就撤 而且这是金钱的损失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连带 联动的一些不方便 而且英国的很多 各下游厂商 或者各教育团体等等业者 他们都要设备 知识体大 不是说撤就撤 再者德国呢 当然德国现在也很 也很 也被美国的压力 逼得说好 我们可以考虑 和他定的时间表 很有意思 叫2026年 2026年 各位看 今天2024年 年底要选举了 加上川普当任总统 明年一年 他会开始 2026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年份 大家观察说 美国2026年 对这个华为的态度如何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是 大家估计一个 最平稳 最安全的一个 预估的年度 不是说现在 而且不是说 今天我说要 同意要拆除 华为的通信设备 可以半年之间 把它全部拆光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英国跟德国 其实各有算盘 各有盘算盘 就先例 我们呼应 美国的立场 我们同意 考虑 同意考虑 把它撤出华为 所有的通信的一些 相关的周边设备 是 到底会不会能够做到 这还要观察 是 好 我们看到 英国跟德国 都跟着美国 现在美国说 这个要拆除费用 49.8亿美元 但是国会只批准 19亿美元 委员如何看 美国用国家安全的名义 来打压华为 对华为来讲的话 是一个荣誉的勋章 竟然有一个国家 举国之力 来打压一个企业 这个真是很少见 也不太容易 那华为为什么会有 今天的局面 因为它的能力太强了 华为的通讯设备 有几个特点 我不是在帮它宣传 那真的是业界这样评估 第一个价钱低 第二个妥善率高 第三个故障率低 第四个容易维修 第五个维修成本很低 再来容易装置 好像没什么缺点 好了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办法 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制裁 也有最新动作 大家记得吗 这个今年四月份 美国财政队宣布 针对中国大陆进口的钢铝 要课征三倍的关税 现在来看到这个矛头 指向的其他领域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部分了 课征的关税暴增三倍 会有现行大约25%的关税 一口气调高到百分之百 而且预估周二 这边来自外媒的报道 说拜登还会再加码 针对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些关键矿物 还有太阳能产品跟电池等等 这些绿色能源产品 寄出更高的关税 另外一头我们来关心的是欧盟的部分 近期才宣布 今年夏天 针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加征的关税的部分 课征的范围从15%到30%左右 但是欧盟的业界哭喊说 中国大陆现在补贴电动车态势 是这么的强烈 应该要再把这个关税提升到50% 我们才能够来做抵挡 这个政策遭到德国反对 原因是什么 当然了德国汽车大厂B&W 他认为说 这么做将是班石头砸自己的脚 目前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是B&W的第二大市场 仅次在欧洲国家而已 光是第一季 其实我们看到B&W三分之一的销量 都是买家来自中国大陆 事实上中国大陆电动车崛起 先不谈它的这个关税的部分 我们来讲讲技术吧 确实创造不错的成绩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新能源车的行业的媒体 这个叫做InsiderEVS的网站 今天也刊登了一篇 是由来自于资深汽车媒体人 这位媒体人叫做凯文威廉姆斯 他的文章在近期 他表示说他去参观了北京的国际车展 他在文章中指出 在当地他试成了非常多的电动车 十几辆 他认为西方车企完蛋了 原因是他发现这些宣称 中国在电动车领域过度投资 或者是倾销劣质产品的说法 根本是完全不错误的 是不正确的 凯文他指出在试过了各种的产品之后 他发现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 高科技的卓越性 这是他在欧美制造商那边 完全没有体验过的 他表示市井西方车企 现在一败涂地 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 我们先来看到之前 川普对中国寄出的 3000亿美元关税审查 才刚结束而已 现在拜登又再大手一挥 再强烈的制裁 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了 将对中国电动车相关 被克征的这些高关税产品 带来多大的冲击 会和当年对大陆的冲击一样致命吗 委员怎么看 毫无冲击可言 川普因为这两天在竞选总统 又提出这些 我是关税专家 到处要克税的概念 他如果这样克税 可以保护美国的产业 然后阻挡外国的进口到美国的产品 这个是很广泛的 那拜登不能不跟进 那拜登跟进了 就用所谓的现在大陆当的新三件 就是电动汽车 然后电池 动力电池 再加上太阳能光板的新三件 那他对这个东西提出克高关税 关键矿物就是铃 或者铃 因为动力电池 中国大陆现在最强的是铃酸铃铃 所以主要是铃跟铃这些东西 那我要好奇的就是说 中国电动车现在有进口到美国吗 没有 那没有的话 你克25跟克100 有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 只是阻挡它进来而已 而中国大陆现在产能根本还不够用 连买个电动车好一点都还要排队 所以中国大陆内需市场够大 然后外销市场 现在还想办法从墨西哥开始 拓展到拉丁美洲去而已 拉丁美洲的开车人口不比美国少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目前不理美国市场 甚至于忽视欧洲市场 就根本不是重点 就是他无所谓 他在东南亚市场已经打开了 然后在拉丁美洲市场再打开 先你这两个市场先站稳脚步就可以了 那至于所谓的动力电池 现在反而是美国才急切需要 你看 这个特斯拉说要跟宁德时代合作 福特说要跟宁德时代合作 然后基研每时候考虑买宁德时代的电池 那你好不好 你克100% 那你自己的车子卖的贵 要不然你选择不多 你要用Panasonic品质不好 你要LG的品质也不好 那怎么办 自己也做不出来 所以还是最后乖乖跟中国买 那可能到最后还申请 哎呀我是GM 我申请一批进口没逼关税 只能玩这个游戏嘛 这一切等到美国总统选举完再能够比较确定 太阳能光板是 拜登要自己拿砖头砸自己脚 拜登说我能源政策 家家夫妇都要装太阳能光电板 让我们美国成为一个绿能国家 可是问题美国自己生产的太阳能光板 第一个又贵又不好 损害率又高 那怎么办 就要从世界上进口 规模最大的是谁 就中国啊 那从中国大陆进口 你现在要克他百分之百关税 那不是等于美国要付更高的价钱吗 因为太阳能的这个光板 大陆即使给你克百分之百的关税 卖的价钱搞不好比你美国便宜 那你怎么办 这就是现实问题 所以美国这个东西对中国大陆 目前来讲是不会有什么伤害 那欧洲要克百分之三十 我觉得用途也不大 因为现在欧 这个这次习近平主席去那个 匈牙利访问的时候 带了很多企业家去啊 要干嘛 盖工厂 盖什么工厂 电动汽车 或者一般汽车工厂 长城汽车买下了 匈牙利以前一个老汽车厂 因为老汽车厂停业 他把它买下来 要重新复苏 匈牙利人开心的不得了 很多人都在这行业就业的 然后再加上比亚迪也去设工厂 那你别忘记 比亚迪在那边盖的工厂 这个零组件当然从中国进口了 可是他在匈牙利卖的时候 可以卖到欧盟每一个地方去 因为匈牙利是欧盟的一员嘛 其他国家不能党嘛 所以对中国有没有差 没差 零关税吗 零关税 匈牙利的汽车办理要零关税 所以你只是等于 到最后还要想办法 对他进口的零组件克税 那零组件绝对不怕你克税 中国他 郑总被很清楚中国他的零组件 你要说多便宜就多便宜 所以更不在乎 可是如果中国拿你BMW跟宾市既行 BMW自己很清楚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BMW的市场 也是第二大宾市的市场 还有很多人不晓得了 Porsche第一大市场就在中国大陆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中国大陆很喜欢Porsche 我也搞不懂 就是一种品牌喜好 因为Porsche本身产量不大 所以大部分在中国大陆 反正不是欧洲 那VW更不用讲了 全世界VW卖的最好就是什么 VW跟那个什么大众七上海 什么大众七色 我跟哪一家合作 那个满街都是啊 都是VW还有奥迪 都是 那德国 如果万一中国大陆说 那我课你百分之三十 看你看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相互之间啊 德国就很担心 至于这个凯文Williams 他在电动车界是个评论家 蛮有名的 他讲的是 讲跟那个什么 康明志一样的大实话 大实话 他说任何一款中国的电动车 绝对不是出自烂造 很便宜 都做得非常的好 这是要什么意思 拉丁美洲 市场就是 中国的碳囊取物马上可以拿到了 然后你欧盟再怎么去弄都没有 东南亚市场你觉得大的 不过东南亚市场跟中国大陆 是RCEP声援 根本不可能克高关税嘛 所以那接下来 搞不好他还能够回销日本跟韩国啊 日本跟韩国也很难克高关税 为什么 他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比欧盟搞不好还密切 你什么打关税战争 那美国跟加拿大有能力跟中国打关税战争 可是还有一个国家没有能力跟中国打关税战争 叫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这两个国家是没有本钱跟中国打 打这个关税战争 那中国以后到满界都在澳大利亚看得到 在墨西哥看得到 他就是比你便宜比你好 那消费者买东西不外乎就CP值好嘛 那CP值好 那更可怕的就是他二手四肠 搞不好墨西哥人就开到美国去卖 你真的会晕倒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政治人物他在想经济问题 只是想的第一层很简单 反正我为了竞选嘛 我让讲老百姓听得懂就好 反正我就 你看川普克多少 百分之一百 我也克百分之一百 那你们投票给谁 就不分宣址 他玩这个游戏 可是真正在执政的时候 这一套真的不管用了 是 唐老师我们看到 所以对美气来说影响最大的未来 会在电池跟太阳能 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反而没有太大的影响 主要因为它外销 拉丁美洲 东南亚等等 你又如何看这项政策的技术 我是觉得 这个美方跟包括欧洲在内 他们提出一个什么概念 就叫做产能过剩 其实产能过剩的背后是什么 是价廉物美 可是如果说你是要主张自由贸易的话 这显示什么 西方傲慢 你自己比不过人家 你比不过人家 你根本就无法竞争 为什么 现在这个 我们要讲说这个 中国方的这什么BRD 这个几个车 他们是在中国大陆 几十间上百间的这些厂商里面 竞争以后脱颖而出的 他们不是随便弄弄的 那他当然这个价廉物美 那你这个东西你其他国家的 你这个竞争的场域有那么大吗 不可能嘛 你像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Mercedes-Benz 他也生产这个电动车 可是很好 贵得要命 这个价钱不要高好几倍 可是这个你说你现在 你怎么跟这个比亚迪来竞争 这根本就竞争不过 而且还有一点 这个刚刚这个委员讲 这个德国几个名牌的汽车 在大陆都是销售的原本都不错的 可是现在开始现在往下降了 为什么往下降 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在大陆的这个市场 完全被大陆本地货 要 开始要驱赶 你像譬如说我们前个月 那个德国的总理不是去了吗 他一个人去 那带什么人 带CEO 他的阁员都没有跟他去 为什么 阁员都觉得 这个东西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什么意识形态作税 又是人权 又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总理一个人 带了一群CEO 其实反过来 这是CEO押的总理去的 意思就是说 你赶快去帮我们把这个市场稳住 你稳住不了的话 那我们这边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 是 好了 一失业的话 那你要不要来处理这个社会问题 没错 那当然了 那当然这个总理就必须要硬着头皮 因为他什么外长 什么几个部长 对中国的态度都是非常恶劣的 是 那所以说我是觉得现在他们根本就是 已经好像这个洪流已经挡不住了 所以说他们只能够制标无法制本 好 另外一个科技制裁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同事同样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宣布 说要全面的撤骚英特尔 还有高通向华为供应晶片许可证 这个措施可能会波及到的华为 是笔电还有它的手机 不过陆媒报导说 华为其实你早就已经研发出了麒麟处理器了 除了用在手机 现在说开发了这个PC版本的处理器 效能甚至接近苹果M3的晶片处理器 整体来看 我们现在看到华为这个笔电全球市场第四 去年全球销售占比6.8% 一共销售了870万台 这当中870万台中有670万台 都是使用高通的晶片 现在全面做一个禁止的话 他们自己的华为国产晶片 能够有效地提升上来 甚至用到PC领域也完全自主吗 总编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美国持续等于说 再把之前华为在手机这个晶片方面的努力 还有后来的成果再复制了一边 等于美国人在同样的问题 可能又再犯了一次错误 我认为这不是危言手提 事实上华为这两年推出这个MAT60 Pro 还有这一次的这个PLUS这个70 其实事实上它已经展现了 在中国这个晶片领域 特别手机这个部分 虽然历经了美国各种的制裁打压 但它还是突破技术上美国的封锁 特别它已经把晶片制造达到7nm这样的领域 而且通过它制成的一些优化 它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设备 让美国的封锁其实会出现一些破口 也因此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一个途径 美国持续这个等于说进一步 让华为和中国的半导体相关的厂商 在PC方面的晶片 以及这个笔电或者平板这些 它的晶片也呈现类似的发展 也因此我认为 对于华为和中国的半导体来讲 等于说短期又要历经一些痛苦 但长期来讲它会慢慢开花结果 最重要就是它会取得一些 自由的一些能量 这对美国和中国大陆长期竞争来讲 我认为利弊得失 事实上我们在手机这个领域 晶片领域已经看到了 其实我只能说 美国大选把拜登政府 其实逼得必须要见走偏锋 也因此他也管不得 未来长期他的利益受损 他宁可展现一个更强有力的姿态 他无疑是主要在选举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以攫取更多的赞成 拜登政府的一些资源 是 好我们看到华为晶片市主 从这个手机领域现在正式走到PC 请教委员您又如何看 我们来看他会不会碰到一些 比较困难的地方 他真的能够完全取代 高通的PC的晶片处理器吗 而且他说这个麒麟处理器 号称可以比你的是苹果的M3 您又如何看 苹果的M3是用在桌上型 跟笔记型电脑用的 高通是用在手机用的 不是PC用的 高通起价是CDMA的一个处理器开始 然后现在在3G 4G的晶片上是 据说独霸天下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自从高通跟这个苹果这个晶片 不能卖到大陆 所以苹果晶片自己是不卖的 可是苹果晶片的Apple M3 它有个特性 它就是把CPU GPU跟那个 这个memory把它绑在一起 那效能被认为是一个 图形处理器的一个 一个硬体上面很成功的 就是你在用苹果的PC 跟用苹果的这个Desktop 或者是它的桌上型电脑 你发现它图形特别的漂亮 图形的印刷 编辑 很多这个出版社 或者一些喜欢用苹果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M3它就很特殊把它整合 而且M3是找台积电来做的 所以从最早 它是从7nm开始做 现在已经进展到5nm 据说下一阶段是3nm 所以越做越小 越精致 苹果的这个麒麟处理器 它基本上是CPU 它自己有发展一个GPU 叫马良 为什么叫马良 我目前听说是个游戏 游戏软体里面的一个英雄 因为游戏软体我不是特别懂 马良的这个GPU 但是吉典处理器跟马良这个GPU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第一次看到的是在Mate60出现的 Mate60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被打挂的是高通 因为高通自己不卖给他嘛 不卖给中国大陆 所以高通急着跳脚 高通股票一直跌 那眼看着 本来以为可以压着华为打 所以你就做不出来 5G的手机 华为就做给你看 这是5G 速度标准这是5G的标准 所以麒麟处理器加上马良的GPU 已经取代了高通 但是Apple的M3 目前的这个华为的周上型电脑 跟这个所谓的笔记型电脑 是不是有类似相当的M3 基本上M3是自己是不卖给别人的 它是自己用的 但是能不能跟其他的这个Windows系统比 事实上Windows系统所用的晶片是各个厂牌都有啦 因为它只提供软体嘛 然后其他的硬体什么厂牌都有 我们台湾也有几家在卖 但是主要是Intel 竞争对手是Intel 对不起啊 麒麟真的不输给Intel 所以Intel的CPU 还要拜托 华为你给我买一点 前那时间不是刚刚得到拜登政府特许吗 卖了一批CPU给他 大陆很多网民来讲 干嘛卖他了我们自己做 市场不是这样子的 市场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你买一部分的Intel 现在听说禁止Intel 卖到中国大陆 你就禁吧 因为麒麟处理器的弹性很高 他要取代了Intel的晶片 我的了解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能不能 因为Intel本身还是输给苹果 还是输给苹果 因为苹果在图形处理器 是用硬体在处理的 那这个 这个未来能不能两个做比较 在业界里面 还没有一个客观标准说 如果即使是华为的 马良加上这个麒麟处理器 在PC跟桌上的电脑来使用的话 即使比苹果差一点点 但是不会比Intel差 OK 这是很确定的事情 是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